哈囉 大家好 我是Ken 我溫哥華的地產經濟 最近在我地產月報下面 有很多朋友留言 他們想要看除了 列治文以及本阿比地區的地產情況以外 他想要知道其他區域的銷售狀況 那在今年其實溫哥華 以及他周邊的城市 像是列治文、本阿比 這些城市其實並不是最耀眼的 真正漲幅最大的 我記得他會為大家揭曉 那這些朋友他們想看的是 Landley、Surie、Chirwag 這些比較東邊的城市 所以在這個視頻會帶大家來分析一下 究竟在2021年前半年 哪一個市場是最大的銀價 以及在這三個區 目前市場的情況 以及他房子的基礎價位 好 那如果大家對其他區域有興趣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說你有其他問題 我也很樂意為你解答 好 馬上開始 那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到 在2021年上半年 溫哥華以及溫哥華周邊的城市 房價都有上漲 那反而越遠的地方 它漲幅越高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來到Landley Surie Abbisburg Maple Ridge 以及Chirwag Chirwag可能達到26%的漲幅 那像Landley Surie 以及Maple Ridge 都有20%的漲幅 非常驚人 反觀呢 我們看到溫哥華本身 以及周邊城市 像烈士文 本拉比漲幅都不超過15% 好 那這邊我們看到呢 是每個城市 在2021年6月份的基礎價格 那大家很好奇說 為什麼今年溫哥華郊區的漲幅呢 會有如此驚人的表現 其實呢 據我觀察 因為在疫情以後呢 很多人不需要去公司那邊上班 所以地點呢 變成說沒有那麼重要 它不一定要住在市中心 它不一定要住在天車站的附近 它開始往外搬 所以呢 很多人在年初的時候 開始往Surie Landley Maple Ridge 越搬越遠 那因為呢 他們需要更大的空間 他在家裡上班 可能小朋友呢 在家裡上學 可能想要有一個花園 一個院子 想要住在一個獨立屋 他可能把市中心的物業賣掉 到郊區換一個townhouse 或是說換一個獨立屋 都有這樣的可能 所以在今年年初呢 當我在幫我客人買房 在Landley Surie這個區呢 也遇到非常大的挫折 我們通常呢 都要搶個六七次 才有可能搶到一間房子 而從第一個offer 到最後第六個offer的時候 價格已經漲了許多 所以這讓大家很懼怕 當初呢 買不到房 你可能就永遠買不到的心態 但是在3月以後呢 市場開始反核 因為價格已經上去了 和想買的買家呢 可能也都買到房了 所以市場就4月呢 開始逐漸的往下降 到現在7、8月呢 還是屬於一個賣家的市場 可是已經沒有像年初那樣的瘋狂 因為價格已經上去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一起看一下 在Surie、Landley 以及Chilweb 這三個大家詢問的地區 在今年的表現吧 以及它目前它的基礎價位在哪裡 我們就來到Surie 我們看一下它的 固存月份呢 一直停留在兩到三個月的情況 不管是在獨立屋 城市屋以及公寓呢 都是在這個附近 樹里獨立屋呢 基礎價位為 大概為486,000 比年初上升了15.2% 現在我們看到Landley 這邊是Landley庫存月份 Landley庫存月份 從年初到現在 基本上都是不會超過2的 競爭非常激烈 這也是為什麼當初 我年初的時候 幫客人買房的時候 遇到這麼大的挫折 那Landley這邊的需求呢 是比數里來的高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Landley獨立屋的基礎價位 目前Landley獨立屋 基礎價位 1383,000 是比年初呢 上升21.7%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 Landley獨立屋的價位呢 已經超過Surry囉 在Landley的城市 目前基礎價位為 69萬一 比年初上升17.8% Landley的公寓價位 目前為47萬 比年初上升17.6% 那我們看到在Landley 他的獨立屋 已經超過公寓的價位了 他的Townhouse 以及公寓 跟樹里的價格 也非常接近 所以我相信在不久將來 Landley的價格 是可以超過樹里的 那很大的原因呢 歸功於Landley即將會有天車站 以及他之後呢 也要開始蓋高樓了 所以相信Landley 之後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樞紐 去連接他的外圍城市 包括Maple Ridge Abbisburg Chiliwag這邊的地方 好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2021年 Chiliwag這邊的表現吧 好在Chiliwag呢 這邊其實他的庫存月份 跟Landley非常接近 都是非常競爭的 他的Monster Inventory 是不會超過2的 大概在1跟2個月中間徘徊 那獨立屋呢 目前的基礎價位為78.8900 比年初呢 上升28.3% 好在Townhouse的基礎價位呢 527.4% 比年初呢 上升25.4% 好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公寓 Chiliwag 公寓的基礎價位為31.9000 比年初呢 上升了21.6% 好的 看了這三個區之後呢 我們發現獨立屋呢 在今年年初呢 增長幅度是最大的 所以有買獨立屋的朋友 恭喜你現在房子增值呢 已經漲了很多 已經超越Townhouse 以及公寓 本身你的價位就比較高 所以呢 房子裡面存的錢就越來越多 那之後呢 會不會有可能Townhouse 跟公寓會超越獨立屋呢 好 那謝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去做這方面的分析 那也因為你們的問題呢 讓我知道 原來Landy的房價呢 已經超過數理了 這次讓我一個很驚訝的東西 那大家如果有其他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問Landy去做其他的分析 來幫助你更了解溫哥華 以及溫哥外房地產 那還沒有訂閱我頻道的朋友們 記得點贊 訂閱及分享哦 好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Peace